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台灣家庭在德國 今天這一集是我們Gosla旅遊的第三集 首先我們會在麵包店吃一頓非常經典的德式早餐 之後我們會去看一下也是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個11世紀的皇宮 然後我們會在老城區散步 路過一個13世紀的時候提供窮人病人和孤兒居住的救濟院 如今裡面是好幾家手工藝品的小店 遊客都可以進去逛一逛喔 現在我們來到Gosla市中心的一家麵包店 像這樣子的麵包店德國街頭巷尾到處都有 尤其是在早上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他們麵包店前面常常都是大排長龍 因為德國人不分男女老幼在早餐的時候實在是太喜歡吃brochen了 姐姐的一個好朋友也是一個小女生 她在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就可以一個人吃五個brochen 德國的麵包店在麵包蛋糕還有飲品的種類 其實都大同小異 裝潢的風格也差不多 只是有的店比較大有的店比較小 每次在早上的時候都會看到很多人去麵包店排隊買小麵包回家吃 也會看到有一些老先生或老太太很悠閒的享用著他們的一人早餐 這上面都是我們家的燈耶 最經典的德式早餐就是把brochen切成兩半 然後塗上一層奶油 接著把這些玻璃小容器裡面的配料放上去 就可以開始吃了 這個水滷蛋也可以把它切成片放在麵包上 撒上鹽跟胡椒還有schnittlau 或是像我老公這樣搭配火腿 也都是很常見的吃法 我們家都很喜歡吃這個mat 它是matvos一種生肉 但是它是經過消毒殺菌而且調味過的生肉 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salami做成絞肉的形式 並不是把生的絞肉直接拿來塗麵包哦 吃這個mat生肉的時候 上面還要搭配一些生的洋蔥絲或是洋蔥細末 這種搭配真的太好吃了 連不喜歡吃辣的姐姐都愛呢 當然搭配一杯熱咖啡也是很多德國人早餐必不可少的組合 我們一家四口這樣一桌的德式早餐 總共花了14塊歐元 是不是覺得很划算呢 Gosla的市中心有很多充滿著歷史光滑的建築 在16世紀曠業最繁榮的時候 有很多富商還有貴族都在這邊蓋了裝飾華麗的房子 這些木杭架建築有三分之二是建於西元1850年之前 更有168座房子是建於西元1550年之前的中世紀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賣當地特產和紀念品的小店逛逛 這間小店就坐落於12世紀的馬克斯奇爾爾市場教堂的對面 以前的人裝酒的 然後還有賣餅 這家土產店還有賣當地的keser跟shinken就是cheese跟火腿肉 除了像剛剛吃早餐可以拿來配麵包之外還可以拿來搭配紅酒 這裡的shinken有一些是比較特殊的野味做的 像是鹿肉 哥斯拉這個城市從中世紀開始就有很多巫婆的傳說 所以也叫做巫婆城 這家店的好多商品都有巫婆的圖案 像這些茶類 還有這些果醬類 在哥斯拉的紀念品店有很多巫婆的相關產品 像這個巫婆的筆還有巫婆的磁鐵 那邊很多賣紀念品的店 然後他就是會賣這種魚的筆貨 因為這個城市叫做巫婆城 從19世紀末開始 每年的4月30號 這一天是巫婆節 Hart這邊的居民就會穿上巫婆裝 或是中世紀的服裝 以及像是狼、獨角獸、龍之類的服裝 戴上巫婆的面具 騎著掃把 從小城的四面八方走上大街 共同迎接巫婆的到來 這些有裝扮的居民 就會一起遊行到附近的Broken山 或者是坐火車上去 等到夜幕低沉的時候 他們會在那邊跳巫婆舞 並且點起篝火 傳說中在午夜的時候 巫婆就會踏上歸途 咆哮著飛走 直到5月1號的黎明曙光升起 人們就開心地迎接 五月女神的到來 這邊就是 又是開打板 是從另外一面看過去 在那邊 還沒有真的看到 然後這個就是 十一世紀的建築 是以前神聖羅馬帝國 初衛皇帝的行宮 我們現在來到開打板 門口的紅象都是當時的皇帝騎著馬 今天太陽非常棒 好 哈囉 我想要去很遠的地方 哈囉 我想去很遠的地方 很遠的地方 上面很遠 右邊那個就是 戰功顯赫的紅鬍子 巴巴高薩皇帝 現在看到這前面的雕像就是 Fritrich 匪特列大帝 然後隔壁是 威廉儀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巴巴高薩這個名字很耳熟 這在1941年 納粹入侵蘇聯的行動代號 就叫做 Unternamen Barbarossa 巴巴羅薩行動 這位綽號叫做 紅鬍子 巴巴高薩的皇帝 他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 匪特列一世大帝 是當時戰功蠻顯赫的皇帝 據說是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 膩死的 這座皇宮的建築風格是 羅馬式建築 就是Romanical Architecture 特色就是厚重的牆面 還有開的比較小的窗戶 不過這座皇宮還是可以讓人感受到一種 君臨天下的氣勢 因為這邊的地勢比較高 可以俯瞰整個Gosla老城的屋頂 到皇宮裡面參觀的門票也不貴 大人是7.5塊歐元 大概是台幣239塊 小孩子是大概台幣143塊 這裡是參觀皇宮的入口 旁邊寫著入場的票價 大家注意一下它的首詞語音導覽 還有中文的喔 而且票價並不貴 像我們如果買一張家庭票 就是兩個大人還有不限小孩的人數 總共是16.5歐元 也就差不多台幣526塊錢 比看電影還便宜 聽說裡面有令人讚嘆的藝術品和壁畫 還有可以彰顯帝國輝煌歷史的 各式各樣文物的博物館 在入口我們可以看到這座皇宮 是在當時的亨利三世皇帝 在位的時候完成的 傳聞這位皇帝死後 他的心臟就安葬在皇宮旁邊的 這座Warrick Chapel的教堂裡面 與這個皇宮一起長眠了 早年我還在做藝術史研究的時候 我一個人參觀了歐洲 包括德國非常多的美術館和博物館 然而因為我們這次是家庭旅遊 他們三個對參觀皇宮教堂博物館 都沒有任何興趣 所以我們這次只能帶大家看看皇宮的外觀 大家如果來到Gosla旅遊的話 還是蠻值得來看一看這座 1922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皇宮 唉 跟大家小小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不敢勉強小孩子 跟我一起去參觀博物館和皇宮 這要從好幾年前 姐姐大概四五歲的時候說起 那個時候 姐姐大概像現在弟弟的年紀 然後我們在聖彼得堡要參觀皇宮 姐姐覺得很無聊又走不動 所以她就要人家抱 老公為了讓我好好的欣賞皇宮裡面的藝術品 就全程抱著姐姐 沒想到抱著抱著 姐姐居然就睡著了 然後我們因為跟著導覽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別的地方 而且那時候人非常多 在皇宮裡面根本就是動彈不得 然後我老公就這樣子抱著睡著的姐姐 逛了好幾個小時的皇宮 那時候她的手已經快飛了 後來老公跟我講說 以後可不可以不要拖著小孩陪你去看博物館 因為這樣子我真的很累 愛情鎖 然後這個橋是1160年就有了 雖然哥斯拉是一個中世紀的古城 然而從1975年以來 這邊就有頒發一個現代藝術的獎項 叫做哥斯拉凱撒指環獎 The Ghos拉 Kaiser Ring Award 是一個國際知名的現代藝術獎項 由哥斯拉的市議會 還有Muncher House現代藝術博物館聯合成立的 所以在哥斯拉的大街小巷 還有Muncher House這個現代藝術博物館裡面 都可以看到獲獎人還有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現在我們在老城區 我現在所站位置的對面 是一個1254年建成的救濟院 它專門提供窮人病人還有孤兒 以及來朝聖還有其他旅客的食物和住所 現在變成賣Kunstandwerk手工藝品的地方 裡面有好幾家小小的店都非常的可愛 這是一個13世紀的建築 所以它也是羅馬式的風格 它的牆面都很厚重 窗戶也是比較小 我們現在進入了這個聖十字教會所 成立的救濟院的大廳 大家從窗戶就可以看到它的牆壁 是有多麼的厚 這個就是羅馬式建築的特色 這裡有一個一個的小房間 他們都是工藝家的工作室 而且他們也在裡面賣他們的作品 蠻多小房間外面都貼鏡紙攝影 所以我就不一間一間進去拍了 我們現在腳下踩的都是石頭鋪陳的地 和八百年前並沒有什麼不同 房間餅你知道那個是什麼嗎 這是奉獻箱吧 這邊有一個小的trapel 裡面是一個小的禮拜堂 對啊 可以在這邊做禮拜耶 好可愛喔 是做頭皮爛的 做小孩衣服的 裡面超多 所以我們要不要再買衣服 我們之前不是買過衣服 這是要刷什麼的 我想我們買一次可以掃陽台 好啊 哇好多喔 十五塊錢 這邊好舒服喔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小手工機的住室 坐在一個屋口旁邊 哈囉黑色 每一家手工藝品小店 不管是入口還是裡面的擺設 都弄得非常的用心 右手邊這些紅黃藍綠的東西 色彩繽紛 就是德國人喜歡擦在花園 或是陽台的植物上的裝飾品 像這些手工藝品 因為都是手工做的 所以賣的單價都很高 我非常喜歡欣賞這些手工藝品的創意 但是我現在很少把它們買回家 你在看什麼 雖然現在已經進入秋天了 但是從春夏種植的這些 Gerganian Hengen 中文叫做天竹葵 還長得非常的好 我們家也是種這個 我有做一支影片來介紹它 後來到了晚餐的時間 我們找到了一家Pow House 就是它有自己釀的啤酒的餐廳 想試試看當地的啤酒 這家如果沒定位的話都已經滿了 所以我們就走吧 在沒有定位的情況下 我們又回到了市政廳廣場 在這家叫做Central的餐廳裡面 找到了晚餐的位置 這家叫做Central的餐廳 這個Menu還木頭的耶 但是我只是假裝餐廳的 這是前菜 很好吃齁 好吃嗎 哇這個擺盤 超棒 這擺盤有五星級水準 我覺得是Central的餐廳 對啊 你這個是Kindertella 這家餐廳所有的主餐都可以改成兒童餐 當然兒童餐的份量會比較少 然後相對比較便宜 猜猜看這一盤是什麼 別小看我這邊的蔬菜 看起來平凡無奇 我這一盤的馬鈴薯非常的好吃 姊姊點的是 她蠻常點的Vienna Schnitzer 維也納小牛肉排的兒童餐版本 一如往常 我們當然就是幫弟弟點 Goi Botella 是一個強盜的盤子 我們大家都會分東西給他吃 雖然沒有吃到那個啤酒 啤酒那一家 不過吃到這一家很棒 我叫的是兔肉 阿尼姐 爸爸的是那個阿森巴肯 牛的臉頰肉 在歐洲的餐廳吃飯一定要有一個悠閒享受的心情 因為常常一吃就是好幾個小時 我們走出來的時候都已經夜目低垂了 這裡就是Gosla市政廳廣場夜晚時的樣貌 露天餐廳的座位紛紛點上了燭光